雷雷雷大 大家好 我是妹 好 今天呢 我要分享一下 就是第一個我要分享那個圓滿的部分 那這樣還沒有大賞以前 上次還沒有大賞以前 我就已經開始很有情緒了 不知道為什麼 那他開始點話的時候 我已經只是哭到不成人心 那就是有千言萬語 後來呢 下面一個session就是 要把自己圓滿的地方 要把他寫出來 然後跟自己圓滿 那這一次呢 因為有一個很特別的點話 那就是我在跟自己做圓滿的時候 我還會自我療癒 以前呢 就是一直哭啊 一直把情緒給挖出來 可是呢 就沒有做完整 雖然一直做一直做 覺得已經做完了 但居然同樣一件事情 這一次再run一遍的時候 我還是很有情緒 然後呢 我一樣這樣子哭 但是我會有一個心裡面的聲音 告訴我說 這個事情會發生是你靈魂要來體驗的 全部呢 都只是一個幻想 你體驗完了 然後就是可以過去了 然後這一切呢 都是一個過程而已 就不必那麼在意 它可以慢慢的化解 然後呢 你把它過去了以後 就有新的人生 新的下一個關 就是下一個別的事情可以做 那這件事情就不會在 我的記憶裡面一直存在 所以這是我很感激 大師他有這種點化 然後讓我們可以消化掉 很零世以來很深層的這些 沒有辦法挖掘出來的一些不原本的地方 另外呢 還有就是今天下午有做這個 移動物質 然後呢 我的手上呢 一直都有顯化金粉的感應 然後很開心 那今天呢 還特別加上說 這個象神他也喝水了 另外呢 我一直想要有空空 就今天有出來的三顆空空 那本來的這樣子肉眼看看不到 一定要拿那個照相機 然後他拍得很近才看得到 我還以為他掉 後來呢 真的有 我把它拍起來 然後畫起來 今天很開心 經過的點化真的很不一樣 越來越有神性 然後呢 你想要的事情 他真的會慢慢發生 我們要很感謝大師他願意開這個課 如果還沒有上課的人 請抓你的時間 下面還有一個人一定要來報名 然後能夠改變自己 讓自己越來越接近神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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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倒數一天 趕快 不要錯過 就快27號了 嗯 好 那就是先這樣子 先跟大家分享 謝謝大家 謝謝妹妹的分享 謝謝妹妹的分享 謝謝大家 待會兒